芹菜炒肉,到底是先炒芹菜还是先炒肉,很多人都错了,今天大厨教你正确的做法 先把芹菜用刀从中间划开,这样更容易入味 然后给它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装入到盘子里 接着再准备一点葱姜蒜 切好之后也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红椒,切成红椒丝 准备一块瘦肉,切片之后,然后再切成瘦肉丝 切好之后装入到盘子里 加88粒食盐 再加一勺生抽和一勺料酒 用你的右手抓拌均匀 再打入一个鸡蛋,加半勺玉米淀粉 继续抓匀,抓匀之后腌制15分钟,让肉丝入味 锅里水开后加少许食用油 然后把芹菜下锅焯水 加点食用油,焯锅水的芹菜就会更加的脆滤鲜亮 焯水30秒之后捞出,不要焯水时间太长 锅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油,然后下入肉丝 把肉丝给它划散 肉丝边炒至变色之后捞出备用 再次起锅烧油,下入葱姜蒜爆香 炒香之后下入瘦肉丝 稍微翻一下,加少许的老抽上色 再稍微翻炒一下,下入芹菜和红椒丝 继续翻炒片刻之后我们开始调味 加适量的湿盐,白糖和白胡椒粉 再加入鸡精和生抽 接着继续翻炒 炒熟之后即可装盘,美味即成 芹菜炒肉用这个方法做,芹菜鲜嫩翠绿 肉丝鲜香滑嫩,特别下饭